开开 选一个模式 你选择的棉模式 点这个 这些可以调节它的参数 点这个数字 0是最小 5000是最大 你可以随便调节 3000 3000 回车 然后 成龙 就是这个 负压风机 就是下面这个 就是下面这个 最大的这个风机 吸收风机 嗯 开松滚 是这个 最大的这个 叫开松滚 然后下一个是胃入 胃入就是这块 有一个传送带 这个传送带是胃入 调节它的背入数 然后再下一个是工作本 这些小的 统一叫工作本 你可以随意调节他们的数字 0是最小 5000是最大的 调节然后点他们的数字 一般你用个2000 3000就可以 因为你们为了 合绝 合绝造音 你们加了橡胶脚 这个这个设备是放在脚垫上 放在橡胶脚上 以后 如果它 什么 后跟薄 跟料 有什么 呃 物料的后跟薄 没关系 因为你们之后开松 你们这个料出来厚一点薄一点 对你们没有人 没有人 然后参数挑战的力 点这个棉 点下载 下载推方成功 反推 现在 就会 一点意见启动了 它就会 然后先开这个 然后再开这个 好 等等 它这个网关再更新 再弄这个 再弄这个 不是不是 跟那个 张 张叫什么 Alex 再弄这个 云端上传 要把你们的这个数据 上传到你们 你们不是自己 搭建了一个云浮路器吗 我 我那边的电器正在弄 等一会儿 稍微等一会儿 这一台的操作 跟它是一样 这一台的操作 还更简单 因为这一台只有三个 参数 内部 开风 还有那个 风机 这个这三个三个 它那个 还要简单一点 其他的操作 你现在咋没管 我给你 我给你讲一下其他的操作 你点三个 点返回 点这三个点 这个是电阻屏 你们点它的时候接触面积要小 选了个半袖 就 你们可以 这个操作 我不想要了 删掉 你说我想增加 我想增加一个 一个打个比方 牛仔裤 得多 是 那些 就多了 这就是 这些 嗯 牛仔铺 牛仔铺 牛仔铺以后 你就可以设定它的每一项 打个比方 牛仔铺的开松力度 需要开松的力度比较小 陈龙你可以随意设置 你设置个2000 陈龙你设置个2000 对 2000 风机不用太大 你设置个1500 牛仔铺 没有那么致密 牛仔铺使用的沙线 直属也比较低 开松滚速度也不用设置的太快 1500 未入滚 未入滚跟产量有关系 你设置个3000 设置个5000都可以 你设置个5000 OK 工作滚 工作滚跟开松滚 它们的相对速度越大 开松力度越强 但因为你开的是牛仔裤 所以工作滚也不用特别快 你设置个2000就可以 好 然后 点这个返回 你看 当前产品是棉 点这三个点 六带库 下载 当前产品 六带库 返回 然后参数设置 以防反一 点这个 点六带库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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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仔裤 这次你一键启动的时候 它就按照你刚才设置的牛仔裤模式 可以启动 然后在运行过程中怎么调 打个比方 现在我们在运行中 你说 我觉得这个 打个比方 我觉得开松滚有点慢了 我先把它调快一点 参数确实 这边能不能做 这个不行 点这个 开松滚 你就可以直接调个2000 嗯 修改成功 反对 这就行了 这就是在运行过程中修改 这就是全效果 增加模式 减少模式 然后模式起零 模式转换 运行中修改 这个修改运行餐数 就OK了 但是一般来讲 运行中 不建议你修改 不建议你以后 我打个比方 你不要修改的太大 我现在这边 原来是1000 不然我要给他 我要给他加到5000 或者我要 原来是5000 我要给他加到1000 你一点一点不是 你这次1000 我加到1500 是效果增加 然后下次再加到2000 一点一点夹 一点一点点 这个结束 这就是全效果 OK You know then 对 你的 lore rost 你